知道我平时都吃什么吗 就是在我不做饭的情况下 我习惯都给我做什么 当地餐啊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吧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你们都猜不出来啊 你们知道吧 绝对猜不出来 这个是什么 你们肯定不知道 就这玩意 这个是鸡针 这个是苹果 这是一道菜 这个呢是 原白菜 胡萝卜 然后有点肉 然后还有一个黑李子 就这么一道菜 这个菜我真不知道叫什么名 你们给取吧 你们就看看 你们得理解我 不是说我媳妇做饭不好吃啊 但是人家在看饮食啊 我真受不了 18年我都 我都没习惯啊 真的 你吃这个 作为咱们中国人啊 作为一个 饮食文化大国 咱们是很难接受 这边这个 你修复骨子好吃 真的好吃 特好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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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就是这样 行不说了 媳妇来了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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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坐 坐 坐 嗯 谢谢 吃饭 绝大多数中国人啊 你们肯定不习惯 我如果是刚来的话 我也不习惯 现在我是 是不是 一是吧 你先让我去坐 你刚回家 你下了班回家挺饿的 下去坐 也没有时间也没得精力 而再一个问题就是 他做了呢 你不吃 也不好 是吧 别挑了 有人给你做的不错 又照顾孩子 要照顾家 还给你做饭 老婆最棒 我有好多朋友啊 就是 也是我这种情况 就是中国人 然后媳妇当地的 他们基本上不吃当地的东西 像我 算是比较 入乡随俗了 就是我基本可以吃他们所有东西 但是很多人是不行的 哥哥不如 你知道吗 尤其你要贵多饭 你要是个厨房 咱那就完蛋了 你什么都别吃了 我什么都吃 不讲究 打小 我奶奶教育我 你不但要学会节约 你还要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吃饭 鸡饭 不能说难吃 只能说 嗯 你不习惯这种烹饪方式 是吧 所以呢 有时候我就自己琢磨 做点什么好吃的 你知道吧 他们这个饮食啊 真是太单一了 跟他中国比不了 吃在中国嘛 是吧 但咱不能挑 说着就完了 不让我媳妇知道 让我媳妇知道 他就不高兴了 对了 明天呢 是1月19号 是东正教的 宗教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叫做 Wadakhirish 由于这个是完全就是东正教的节日啊 就是说在中国呢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 就是老百姓很难去理解 这个呢 怎样就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在湖里 或者说在那个水池 然后凿个冰窟窿 凿成 有可以 可以凿成一个方形 可以凿成圆形 或者说是凿成一个十字架 更多的十字架 然后老百姓呢 就可以自愿的去 下水 洗礼 就这意思 就是在明天 1月19号 这一天 这所有的水 都是剩水 就是神水 印度神游 明天就是乌克兰神水 就这意思 我每年70度 我参加这个节日 就是光的榜子啊 穿个那小裤盏 穿个那个游泳裤盏 然后下水 然后女人呢 也就是穿个那个泳衣 就比基尼 就是下水 反正 参加这个节日的人 并不是很多 因为确实太冷了 我明天呢 打算参加 但是呢 我媳妇跟我说 你最好也别去了 今天白天零下17度 明天不知道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为了给大家展示 我必须去 所以呢 敬请期待 一定要关注我 那咱们就明天见了 拜拜